Hello 大家好 我是猪猪 今天大家应你们的Q来讲一讲我紫薇斗树的学习心得吧 其实呢 紫薇斗树入门很简单 所以不需要我来教你们什么 我觉得你们都已经有入门了 也是因为它很好入门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大力的推广 我觉得它真的是我们中国占星体系 甚至是世界占星文明的一个瑰宝 因为它真的是入门非常非常的简单 小白很friendly 那它的工心四化体系呢 每一个东西都比较像在说人话 你慢慢去理解 这颗星是什么意思 对应到你自己性格里面可能是怎么样的体现 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视频 你去学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要学紫薇斗树的话 就这么开始 这就是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分阶段吧 就是第一个阶段叫做散点式的学习 没毛病 因为紫薇斗树的 其实它的真的教科书 或者是正统的书非常非常的少 你没有什么可以依据的 就是紫薇斗树全书跟紫薇斗树集 这两个里面的很多的新药 它就是它非常的简洁 那它讲了一下新药的大概性质 和一些新药的叠像 一些新的组合就没有了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们不妨啊 就去多去扒一把 大家出的文章啊 各种视频 然后去看一下在现代人的理解里面 这些新药到底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陀螺星这颗星 可能很多老师在讲 都听一听 那看一看是不是在对应到性格方面 我有一颗图了 是不是就是有一点点的拖延症呢 等等啊 就去看一些那种说人话的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做看一些 你还会看到有些老师讲私话 那这个也不是很难理解 一定能听懂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还有一些老师 他会结合地质宫位来讲一讲 看一下桃花位 一马位的宫里面的新是怎么样 这个也不难理解 你就把它都去散点式的看 在看来看去看了很多这种入门级知识之后 我觉得你们七七八八都能说出一些专有名词 比如说我是贪狼星 坐在成功的 这样这种就很好了 我觉得从科普的角度到这里就可以了 你可以一直在这个层级游走 那如果有一天呢 你会产生一些疑问 就是那如果五曲星 加贪狼星 再加个文昌星 再加个陀螺星 那还画了个记者啥意思呢 如果你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呢 就说明很好啊 你进步了 你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就是系统性的理论学习 对不起 要进入理论学习了 因为你的这个问题呢 是关于叠像的问题 你涉及到了我们占星的本质 或是玄学的本质 无论是中西方的占星 我们都在不停的叠像 而我跟你们的区别 就是我叠像叠得比你们多 比你们快 它叠像我能取出来的像 我的资料不比你们多 没有其他的 西方战身也是一样的 它不停的叠像 所以如果你产生这个疑问的话 你就需要回归到 紫围朵书的 这个盘面架构去学习 你刚之前的那种 先看看星星 再看看四画 再看看弓 这样的一种思维要被颠覆 你要重新正统的 先从弓开始学习 看看我们紫围朵书的 十二个弓的排列 它里面的六条线 它里面的四个大三角 它到底是怎么互补制衡 还有互相帮助的 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构架 它里面的哲学含义在哪里 然后看一下星 它的阴阳主星排布 它会构成两个互补的 六芒星形状 为什么会这样 它会导致流年大运 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规律 你要去想这些问题 那再来的话 还有就是星方面 不仅是主星 主星还要搭配复星 复星还要搭配小星 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 你不知道A星加B星加 C星加D星什么意思 所以紫围朵书你可以看 如果接触到三方四正的 这个宫位概念之后 你会看到好几颗星 甚至是十好几颗星 你一个个去纠结什么意思 然后它的项位一变化 它又代表什么意思 你就会懵了 所以你要找到里面的逻辑基点 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一个星去 全部的一加一加一加一这样叠加的 我们有一个叫同气为大的原则 什么叫同气为大 什么叫做星群分析 这些呢你都可以去 我四节紫围朵书的免费公开课 去那考古 我这些都讲了 然后把这个星要给 大概搞明白之后 你就知道 我们的星是要分帮派的 那你的三方四正 可能有两个帮派的星 他们之间有点搭 或他们之间在打架 构成了你性格里面 有趣的互补 或者是很冲突的 这样的一些面 所以我们的性格就会变得 性格分析就变得更多元化 更精彩了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来加四画 四画呢 当然不同的派别 也老师他有不同的侧重点 有些比较focus在十天干四画 有些比较focus在公干四画 这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不需要选择 都去了解一下 这要知道他们的逻辑 底层逻辑不一样 时间干四画是什么 然后这个公干四画 代表能量的分布 它又是代表什么意义 把公式给学会 那把这些理论学会之后呢 你如果这个再深根一下 你就可以把公星四画 全部叠起来 然后做一个综合取向 那到了这个阶段的话 你会不会就豁然开朗呢 你不会的 你就会彻底崩溃了 到这个阶段 你的崩溃就对了 到这里你就会发现 相位无穷无尽 然后各种各样的 你能够拿笔记下来的 不同的矛盾或不矛盾 或可以叠加的相位 出来之后 你会开始想一个问题 就是它到底 在我们实际生活中 它意味着什么 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那有了这样的一种 这个疑惑之后 恭喜你 你就进入 我觉得第三个学习阶段了 就是又回到了 我说的实战性的学习 就我们又要开始 回归生活了 你就要开始去看 哦 我这这个像这么精彩 这么多桃花呀 哦 那这个孕的这个流年 我都走到这个位置上了 理论上那年很多桃花 我发生了什么 一看看 哦 好像QQ上是有些人 跟我撩骚过 哦 那年我曾经还暗恋过谁谁谁 哎呀 不小心又去追了个星 年底阿强跟我互动的时候 原来他是喜欢我呀 我怎么就错过了呢 等等 你就会开始结合自己的自身经验 来看看这些相位 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所以呢 一些古书上那种 看起来贼吓人的 一些理论 什么竹罗三线 在逢点形阳果心里 就要去溺水啦 然后怎么 这这这这 就怎么叫就暴毙啦 什么廉真七杀 马格果施啦 什么之类的 那也好像还没果嘛 我还活着等等 但是那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蹭了个小车祸呀 被人碰瓷啦 等等 你就会知道 哦原来印象的方法 有千千万万种 既然有千千万万种 那怎么样取向取得筋呢 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实战案例了 那这也是 我在做的事情 我非常有兴趣的一点啊 我的这份工作 让我最有趣的点呢 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我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啊 基本上你们都跟我聊到 发生啥事嘛 对吧 然后呢 我就知道 哦这个像 然后再回归到盘里 知道哦 这个像对应到的 原来可以是这样的一个体现 可以是这样的体现 所以你知道一个像 可以对到方方面面的视 这些视的核心本质 都可以映射到这个像 但是它的程度 然后它实际上 它发生的这样的一个 具体显示方式还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会去吓客人嘛 然后但是我要告诉他 还有一二三四五五种可能性 那这些可能性 你要看一下 你自己比较想 哪一种成为现实 你自己就往这方面去奔 比如说我很有兴趣的 一个研究方向呢 就是我们的职业 现代职业规划 在我们的紫围图书里面 有个概念叫行业经 我以前的那个阿力分析 我经常会Q到他 就我们财博工的飞心 飞出来跟他有能量振动的心 是代表我们的赚钱 这件事情 我把赚钱的能量分不去哪了 就是我要赚这颗钱的心 这颗心 赚这颗心的钱 对不起 或者是我不得不去赚这颗心的钱 那么这颗心呢 我知道他心要的性质怎么样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 对应到的行业 我可是不知道 我懂什么 对吧 我也不会就做了 那么一两个行业而已 所以呢 我的广大 神通广大的客户们呢 就会告诉我 我是做KPI防守的 什么我是做 什么FNA的 然后一会儿又是什么 UX Design的 什么之类的 连医生的话 你们也分非常多的种 不同的科 所以我觉得呢 这些 你们在讲你的 实际上的工作岗位 对应到的 Everyday work content的时候 就可以帮我 在构筑这个数据库 就是哦 原来这颗心对应到 可以对应到 这种 就是它的本质是这样 比如太朗星嘛 它的本质就是 这个很有才华才艺 很喜欢跟人打交道 很有很多新的想法 不安分 而且就是总喜欢 在人的需求里面 找到这个机会 所以这样的话 可以对应到哪些行业 你可能比较传统 你想到 可能就是一些 跟人打交道的 什么公关啊 什么做点marketing之类的 那殊不知贪狼心 也在方方面面都可以有 每个公司都需要一些 贪狼心职位嘛 那它的job title 可能非常不一样 但它的核心内容 很有可能是 非常贪狼的 就比如说 哪怕是学术界里面 你在一个医院 做一个research的部门 你也可能是 research部门里面 去跟客户拉赞助的 那个岗位 这个就非常贪狼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兴趣 我希望以后呢 我们能够有一个数据库 是把这些行业基因 能够做一个 大数据的统计的 这样的话 可以帮大家更好的 做自己职业的规划 就是你要知道 你有很多可能性的 不是被钉死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老师 上来就是说 你一定是做这个的 你也不要去信了 就是比如说 他跟你说一定做什么的 然后你告诉他 我就是做什么 KPI防守的 他也不知道 什么叫KPI防守 对所以其实 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 取向不取势的一个 这个基本命理观 那还有就是 我很有兴趣的是健康 那我们的中医 其实有 还有我们的紫围朵术的心 其实都对应到 很多的疾病 但这些疾病呢 它说都语焉不详 有很多的疾病 比如说癌症 各种各样的癌症 在古代就没有 还有一些病 比如说金囊索币这种病 那对应到什么像 对吧 我遇到各种各样的案例 我就可以回会一下 原来这种种像 是可以对应到这种病 那还有就是心理疾病 心理疾病很 就是我遭遇的案例里面 就是种类非常多 像比如遭遇症 抑郁症 Bipolar 多重人格 全部都不一样 它每个像都不一样 它对应到的这个细节的区位在哪 区别在哪里 咱们还是要在实证案例里面 慢慢的去回归出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紫围朵书 是一个入门很简单 但是越学越难 越学疑问越多的 这样的一个学科 我现在就是疑问多报了 那我自己的频道里面呢 演示的内容我也有哈 然后系统性的这个架构 那四节紫围朵书公开课 大家也可以去考古 还有实证案例呢 我也每周都在出 希望给你们在不同阶段的 紫围朵书学习的小伙伴们 都有知识 可以让你们 就是觉得每个星期快乐一点吧 好的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